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阳动力学观测站拍摄的这张照片中,可以看到有几个大的太阳黑子,太阳黑子数量越多,太阳活动就越活跃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一向新的研究表明,在近期内,我们不能指望太阳活动点说,能帮助我们摆脱气候变化问题。 太阳活动的盛衰以11年为一个周期,科学家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,透过仔细追踪太阳黑子太阳,黑子是太阳上黑暗的,具有磁性的活跃区域,是太阳要搬和被称为预免物质抛射,CMBS超高温等离子体爆发的发射台,检测太阳活动。 太阳活动的变化对我们地球上的人有重大影响,例如,强大的日年物质抛射到我们的星球上的话,会产生巨大的地磁风暴,扰乱了行通信和电王。 高活动的太阳活动周期,会产生更多强的日年物质抛射,从而引发更多这样的风暴,这些变化也可能影响气候。 例如,最近的一些研究,将大型太阳喷发,与云层形成,的减少联系在了一起,这会间接影响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量,以及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辐射量。 事实上,一些科学家认为,被称为萌的极小七Monda Minimum的太阳活动太阳活动长期下降,从1645年到1715年加剧了小冰河期Little Earth 8的严寒。 从1300年持续到19世纪中期,小冰河期是欧洲和北美,遭受了,比我们现在经历更冷的冬天,而从年代上看蒙德基小七正好位于他的正中间。 然而,这两件事之间的潜在关联仍存在争议,研究人员仍然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小冰河期的出现。 在过去的几个周期中,太阳活动一直呈下降趋势,最近的一个周期,其太阳活动周期二十四,是一个多世纪以来,太阳活动最弱的周期。 这引发了一些猜测,认为我们目前可能正走向另一个,类似于蒙德基小七的下降。 或许这还能缓解一些全球变暖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。 但根据周四十二月六日,发表在自然通讯,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的这项新研究表明,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,至少在未来十年左右不会发生。 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学院的Prentica,Balmic和Debian Dune Monday结合了太阳表明和内部的磁场演化模型,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模拟长达一个世纪的太阳活动。 通过太阳黑子的数量来衡量,这两位科学家的模拟结果,与过去一百年的太阳活动非常吻合。 他们会对即将到来的太阳活动周期做出预测。 Balmic和Debian Dune Monday的研究表明,新的周期将从现在起大约一年后开始,并在2024年达到顶峰。 模拟还表明,太阳活动的下滑将会停止,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停止。 太阳活动周期二十五,应该与太阳活动周期二十四相似,或者强度更大。 印度普奈小基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中心的主任Thomic Recorder在一份中说, 太阳喷射出的磁场和粒子对地球的气候,地球居民的生活条件, 以及各种其他设计远程通信和卫星技术的活动,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Recorder没有参与这项新研究,但他表示,通常情况下,我们认为这些影响太过复杂, 以至于我们无法进行预测,也无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去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。 Polme和Mandy的模型显示出相当大的预测能力, 看起来我们现在能够更可靠地预测太阳活动的波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